也是像你这种底层人 也不知道什么是百达斐力吧 清清 我这次从国外来也没带什么礼物 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不行流浪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没事 只有这块表才能配得上你的身份 来 我给你戴上 你 你干什么 我这可是限量款的百达斐力 要三百多万呢 你赔得起吗 这是三百块 你拿着 你这个高房表呢 也就值这个价 你个路子 你懂什么叫限量款的百达斐力吗 赔不起就说我这是房板 我现在要报警抓你 流浪 我们有事好商量吗 三百万 不就是三百万吗 不过我正好想跟你打个赌 赌什么 这正品表的官网呢 都会有一串编码 不如 我们现在就拿手机查一查 看他到底是不是正品 要是我输了呢 我十倍的赔给你 怎么 不敢吧 你怕什么呀 你不过就是一个低贱的焊接工 你还有脸讽刺我 不是装阔的吗 自己买单吧 马耀隽 你到底还得些什么呀 也没什么 什么 澳洲龙虾 鱼紫酱牛排 黑松露鹅肝 哦 还有一瓶 五年份的红酒而已 也挺贵的吧 哎 这位刘先生啊 不是很阔气吗 我想这 那么便宜的菜 肯定配不上刘先生 那也不能这么点呀 哎呀 算了 服务员 我们可不可以推单呀 不好意思啊小姐 您点的这些菜呢 都是现实供应的 而且我也再三跟这位先生确认过 都是他执意要定的 小子 别以为你刚才做了什么小动作我不知道 自己点菜 自己买单 是啊 这位先生 做人呢 是要有自知之明的 我们这饭店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吃饭的 刷我的卡 这位小姐 您是 我找马小军有事请他 麻烦你们换一种 逼人流浪 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不知可否有幸与小姐认识一下 你 再敢废话 废了你 滚 你敢打我 等着我找人收拾你 你们聊 我先走了 等等 我跟我女朋友在这约会 你要找我谈事情 另挑个日子吧 汪主任 就是这个女的 我跟我朋友好端端的吃吃饭 她就把我给打了 还有这个男的 赶紧把他俩一起抓走 老子的人你们也敢欺负 活得不耐烦了是吗 冷小姐 您 您怎么在这 怎么 跟朋友谈事情 也要向王主任拟会吧 走 不是 王主任 这个性冷的女人什么来头啊 您干嘛这么怕她呀 不敢问你 你别问 我警告你 以后少惹她 负责 我也保不了你 走 马小军 你给我等着 我早晚有一天叫人收拾你 刚刚听她说 你是马小军女朋友 不是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这是我汉家的钥匙 怎么在你这儿 我一直都在关注你 你做的事 我都知道 你监视我 那一男一女 是海盗 我抓了他们 比起这个 你不好奇 这把钥匙的来历吗 比起这个钥匙的来历 我更好奇你的来历 不该你知道的 你最好少打听 这把钥匙 关系到一处宝藏 我们的专家 见过你 和借钥匙的手艺 所以 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是想 让我修复这个罗盘 求人办事啊 一点诚意都没有 我拒绝 没记错的话 这顿饭 应该是十万 你要么现在立即给我 要么 你以身相许 罗盘在哪儿 我修 黄教授 宁博士 这位是我带来的 技师 马小军 你好 我是黄伟博 这位是我的学生 年巍巍 这么年轻的技师 你是哪个企业任职的 我自己开了个小店而已 叫小马工作室 在海滨大道 龙小姐 这罗盘 和钥匙 不一样 它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 任何一个部位的焊接 都有可能影响准确性 我需要的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技师 而不是 一个刚出道的学徒 龙小姐 那就不是我不帮这个忙了 告辞 等一下 黄教授 人都来了 就让他先看一眼 愣着干什么呀 怎么样 能不能修 虽然还挺麻烦的 但我还能修 不过 我工作的时候呢 不喜欢有人打扰我 龙小姐 不是我信不过你 只是 这罗盘关系重大 不能有一点闪失 我必须亲自盯着它 马师傅 真有你的 西游父后 比原来只重了1.5克 对不起 我原来的鲁莽 向您道歉 没关系 毕竟我也不是五六十岁的老人 当然我也没有什么 一大堆专业证书带来 你不相信我 也是正常的 你怎么了 没事 扶我到那边休息一下 你都这么严重 我帮你下个救护车 不用 如果我妈在世就好了 以前我肚子疼的时候 我妈帮我揉一揉就好了 那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我帮你揉揉 马尔君 你怎么了 醒醒 对不起 我刚修复罗盘 费了太多体力了 你这病 看起来像是胆囊炎 再不治的话 很严重吧 我知道了 你先别说话 你靠着我休息一下吧 怎么样 好点的吗 你们俩在做什么呀 没 没 我们什么都没做 我 我坦白 我们什么都没做 刚才宁波士 胆囊炎发作了 我就扶他过来休息一会儿 我发誓 修好了 好了 马尔君是我见过最厉害的汉奸师傅 龙小姐 肯定好好谢谢他 虽然这罗盘修好了吧 但这罗盘损坏得太严重了 不知道能不能用一些新的零件代替 不必了 不必了 这罗盘不是用来指方位的 不是用来指方位那是用来做什么 龙小姐 你做什么 这个罗盘你不能带走 这个罗盘我能不能带走 你说了不算 让开 别烦我 龙小姐 这不符合规定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呀 他对你又没危险 你是我带来的 怎么了 你也要拦我吗 这罗盘到底做什么用的 你也没告诉我 我肯定不能让你带走 不该问的别问 这里是五十万你的酬劳 合作愉快 哦对了 他半个小时以后会醒 你最好快点离开 不然可说不清 先生 您想定做什么东西吗 马小军呢 把人给我交出来 马小军这两天不在 他好几天没回来了 这小子不会怕我来找他 躲起来了吧 他要是再不出来 我可要动手了 你 住手 马小军 没事吧 我没事不要紧 你之前不是挺嚣张的吗 看你这次往哪跑 你 我记得我之前忠告过你 不要让我看见你 不然废了你 马总马总 那个您大人有大量 我自不量力了 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滚慢 等一下 我希望 我希望呀 离开海风市 滚得越远越好 林青青 现在是这地下世界的二把手 要是让她知道 你给她下药 你 你恐怕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咯 滚 快跑 小心 钥子没了 滚 快跑 滚 马老板好疯狂啊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想见我啊 对了 这里有五十万 是给你修复罗盘的报酬 可是冷小姐她 虽然 罗盘被抢走了 但钱我还是要付的 而且 我还要请你帮个忙 你就当我假公寄司了 你竟然是海风市首富 宁月山的女儿 深藏不露啊 首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还是想靠自己的本事 做出点成绩来 是你 你们 认识 这位先生啊 长得有点像我一位朋友 刚才啊 差点认错人 小薇 你不帮我们介绍一下吗